这是原神 这款游戏使用魔改的Unity 3D引擎开发 全球用户已经超过5000万 常年占据海内外APP网单 这是王者荣耀 自发行以来全球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 它的开发引擎也是Unity 3D 这是永结无间 它是首个全球销量破千分的国产游戏 开发它的引擎依旧是Unity 3D 听到U3D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毕竟现在除了大出风头的虚幻引擎外 也只有Unity 3D会被拿出来抵抵了 然而你们或许不知道 就是这款开发了众多爆款的U3D 早在多年前 它差点就被一款国产的开源引擎给收购了 这款引擎就是Cocos 在最鼎盛时期 市场上有超过70%的手游用的都是它 大家好 我是哈比云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曾经中国的第一手游引擎 Cocos Cocos的诞生非常随意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诞生于一个叫Los Cocos的地方 开发它的人揽得起名字 直接做了大自然的搬运工 它的出现也并非是处于商业化动机 而是它的开发者Ricardo Cusade 想参加一个名为Pine Week的游戏竞赛 图方便就要拉上小伙伴一起搞了这个引擎 开发完成后 直接作为免费的开源引擎放了出来 当初 小伙子想利用这个引擎在web和功能手机上 开发点商业游戏 而08年初一个爱穿高领毛鹰的男人宣布 iPhone将退出应用上市App Store 看到这次的消息 小伙子一拍脑袋改了方向 不如我以后就专门为iPhone开发游戏吧 然后就顺手把之前引擎用的Objective C语言 整个重够掉了 新的引擎命名为Cocos 2D 杠iPhone 总之 整个单身过程简直是要把随意写到脸上了 按照正常的剧情 在趁手兵器的辅佐下 这哥们该在App Store上大杀特杀了 然而他就用这个引擎为iPhone开发过一款游戏 开发完这哥们感觉做商业游戏好无聊 而且对于自己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 撂条子不想干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 卧槽 我的游戏引擎比我的游戏火多了 毕竟是比较有经验的游戏开发者搓出来的 Cocos 2D很懂开发者要啥 而且原计划也是自己用的 怎么方便怎么来 这使得它的结构简单易懂 提供的接口也非常易用 其他开发者上手起来so easy 而且是开源项目方便开发者自己定制 简单说一下它的成绩吧 推出仅半年左右 就有超过100个游戏使用了Cocos 2D iPhone 不少在App Store上排行榜上的大佬游戏都是用它开发的 像棍棒战争 这游戏应该很多人会眼熟吧 还拿下了App Store排名第一 不仅仅是游戏 很多App也会用它开发 2010年WWDC大会上提到的Elements跟FarmView 都是基于该引擎开发 而且这玩意是开源的 在开源社区中 很多开发者互相帮助 有人搭一解惑 有人爆个bug 有人建议新功能 还有人给引擎开发附加工具 一整套生态系统搭建起来 虽然靠谱 但Cocos家族没有彻底解决开发者的需求 当时Android已经开始冒头 很多开发者在iOS上开发完手游以后 还想移植到Android平台 但两者有本质区别 而且Android大帝国懂得都懂 第三方平台 你一只手都不一定手得过来 平台之间不互通 标准不一样 移植的代价跟重显一变 没有太大区别 如何在不做太多修改的情况下 让自己的游戏能够运行在多个手机平台上 这让开发者们很困扰 这时候 中国有两个程序员 王哲和林顺 这两个人在联通沃凤团队 做手机操作系统 不算Android 当时卧风平台刚建立 软件生态一般游戏更时尚 这两人希望游戏开发者们 把自己的手游移植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接触到了这个开发者 对跨平台引擎的需求 于是Cocos2D-X 也就 还挺随意的诞生了 王哲用C++作为平台代码 将Cocos2D-iPhone 彻底翻译成了跨平台的游戏引擎 Cocos2D-X 其中X代表cross及交叉 通过这玩意 开发者只需要一次编写 即可编译到各大平台上运行 只需要进行较少的适配工作 一次编写 到处编译的辩解 瞬间击中了无数开发者的情 当时他也许还不知道 自己正确地抓住了 技术变革的时间窗口 Cocos2D-X 将是整个Cocos2D家族中 最为壮大 影响最为生育的一个分子 与此同时 补育达人背后的触控科技 接触到了王哲团队 补育达人第一版 是基于Cocos2D-iPhone开发的 是个iOS游戏 等他们想要移植到安卓上的时候 发现已经被山寨惨了 而Cocos2D-X 是最快能将补育达人 移植过来的团队 这两个团队的命运线 就此交汇 2012年 触控科技全资收购 Cocos2D-X团队 触控科技成立于2010年 靠手游 助就了自己的报复神话 除了补育达人 还发行过 《我叫MT》 《秦始明月》等爆款手游 对了 触控2012年的时候 还代理过DNF手游 比腾讯还早 不过 他们代理的是单机版 腾讯后来推出的是网络版 什么程度的报复呢 2013年 以每秒25万的价格 拿下了中国号 升音15秒的广告时间 刷新中国电视史上 单价硬广记录 2014年 触控在当时的宇宙中心 望京SOHO 一口气 豪包无仓 同年 触控提交了赴美上市招股书 这一年 Cocos2D-X也是神一般的存在 当时 它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 达到夸张的70% 因为他们的影响力 当年巨头们一起上演了 有些许尴尬的场景 因为赞助的巨佬太多 Cocos开发者大会 排不下演讲时间 直接把他们拉了一个圆桌讨论 其中有些 甚至是存在些许竞争关系的 稍微夸张一点来说 这就是当年神与神的合作 只是很可惜 强强联合的结果就是 输麻了 2014年触控准备上市 根据招股书 这家公司手游收入 占比率98% 然而筹备上市时 这家游戏公司的CEO高调宣布 自己不是一家游戏公司 而是一家为全球开发者 提供技术和工具的公司 游戏公司否认自己 是游戏公司 听起来是一种悍悍奇观 但在资本市场上 也不算太稀奇 对此 陈浩之在内部邮件中 写下了自己的思考 他用完美世界和巨美优品举例 说完美世界自我游戏公司 2014年净利润 约在6到8亿规模 按照美国市场的估值模型 定价1亿美元不到 相当于2014年利润一倍的PE 而资本市场给出2015年 巨美利润预期的PE是多少呢 是17倍 因为电商业务在游戏业务 和平台业务之间 而巨美又是女性化妆品 电商市场的老大 简单来说 纯粹的游戏故事 很难吹出市值 建筑手游市场 具有几乎垄断地位的Cocos 将自己包装成 移动引擎为核心的平台公司 是征服资本的更右键 陈浩之估计 触控手游业务市值 为5.4亿美元 Cocos引擎业务 2013年的时候 亚马逊想要用6亿美元收购 加在一起 触控定价在11.4亿美元左右 然而触控这个又大又圆的饼 资本市场闻了一闻 嘿嘿一笑 转头仍然给按照纯游戏公司 给了定义 只给了5.4亿美元 于是 刚确定股标交易代码5天 触控 就因为估值过低 选择暂缓上市 为啥资本市场 不愿意吃这块大饼呢 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Cocos引擎 中国第一手游引擎 国内千万级手游摇篮 以及某种意义上的慈善达人 没错 别忘了这是一个免费开源的项目 它不赚钱啊 Cocos2DX的变现能力是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 直到2014年 引擎这块都没有直接的盈利 就这张大饼 古迷们也许为文讯大喜 但资本市场的老乳条们 却是身经百战 见得多 值得够好了 而且更致命的是 搞游戏引擎是长期性投资 需要持续投入 触控科技靠游戏不是赚了挺多吗 但在它的招股数里 它还是亏损的 2013年触控全年营收5.5亿软玫比 净亏损达到了8830.6万 别问 问就是引擎烧钱啊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2014年准备上市前 触控CEO陈浩之还特地约见了Unity CEO 因为Unity在2013年融资的时候 估值只有3亿多美金 触控想先上市 直接来一波收购 结果对面回复的大意是这样的 Unity不会卖 还要在三年以后 以50亿美金固执上市 Cocos最好跟我们合并 不然三年后 它肯定了 时至今日 触控都没有再次上市 也没有再有过 捕鱼大人这样重量级的超级包品 渐渐从望金搜后 搬去跟其他公司合租 2018年触控天鱼解散 触控甚至不再自演游戏 单从它游戏公司的属性来看 只能说是成功实现 搏一搏摩托便单车 而另一端 Cocos 2DX团队 再次站在了技术变革的时间点上 国内手游产业 开始往3D迁移 虽然做好2D就可以雄霸一方 但他们还是迅速的跟上了潮流 用王哲的话来说 做企业没那么点野心 还不如去阮健院门口 卖豆浆茶一蛋算了 但在3D转型这个时间节点上 他们的团队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 进入了一种愚昧巅峰的状态 既然2D可以搞定 3D也没什么难的 他们没有直奔3D引擎而去 而是选择2D底层的基础上 直接搭起了自己的3D大厂 往Cocos 2DX里面加3D功能 可以理解为2.5D 也就是场景和UI用2D 角色3D的方式 莉莉斯的剑与魔法 就是2.5D的产物 此外 2D跟3D底层很多机制 有根本性的不同 两者的开发难度 根本不是一个维度上的 于是我为添加工师 来跟王哲说 3D功能堆不上去了 楼摇塌了 然后就跑路了 2016年时 Cocos版本开始乱套了 有程序员吐槽 自己用Cocos 2D 2.3开发到一半 无法升级3.0 后来Cocos 2D 3.10开发到一半 Cocos Studio不再维护了 又出来一个无法升级到的Cocos Create 有程序员吐槽 Cocos 3.X之后LUA 现在又JS 要是真有4.0 会不会又转个方向 又多个Cocos Creator呢 2016年时 王哲感叹 Cocos走了一条很大的弯路 推翻 补课 重来 在这个过程中 曾经的王者 成功浪费掉了 做3D引擎的最佳时间窗口 2019年 推翻重来的Cocos走出低谷 翻了翻开发者 对Cocos跟Unity的评价 很多开发者 仍然被Cocos完全免费 代码开源而吸引 但是Cocos的3D性能 3D生态 技术资源欠缺 也是他们眼里避不开 让不过的缺点 关于他们的市场地位 也为Cocos开发者 曾经用过比较有趣的方式比较过 2022年 杨磊要爆火 随着他们的一直紧急招聘 找Cocos程序员的通知 Cocos重回大众事宜 有网友还很热情地打招呼 火 原来还活着呢 其实Cocos不但没事 日子也还过得去 最火的领域是小游戏 之前他们赌对了 JavaScript这条线 后来几乎所有平台上的小游戏 微信 抖音 快手等等 都是用的JavaScript技术战 此外 像有一些电视机机顶盒 飞机上娱乐系统 里面的系统和游戏 很多也是Cocos以前开发的 而在国内教育软件领域 Cocos以前的占有率比游戏还高 足足有90% 今年还很可能拿了必润融资 14年遭遇资本市场花铁炉的时候 Cocos团队发现 再多人用但不赚钱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没有用 只能寻找商业模式 原本通过售卖 B原Pro版的license来做营收 也许是因为怕盗版 也许是因为该死的理想主义 他们选择继续坚守基础开源 以开源社区带来的丰富生态 做个互成河 简单来说 最底层的东西开源 在此基础上 做2B的企业商业模式 王哲在开发者社区里表示 自己的目标不是成为中国的 Unity替代品 而是希望成为全世界流行游戏引擎 这个愿景非常美好 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景 需要付出的努力也非常多 现在的国内 挺多同样在做开源引擎的人 每一位引擎开发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 而对于这些开发者来说 Cocos至少曾经辉煌过 想要做到各方面的完美 往往每个方面都会变成自己的缺点 有时候能找准自己的方向 一步步踏踏实实的走到顶 也不是是一种成功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带我们的银河互动 最后不能关注一下我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共同号差评 我们下次再见